自己的電台自己主持 大家好我是柯文哲 我在台北廣播電台 傳說當時針以及紛爭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我們的節目開始了 台北進行式天天有意思 各位台北市民朋友們大家晚安 晚安 我又來了 歡迎收聽我們今天的台北進行式 可以讓您一手掌握所有台北的大小事情 我是台北市市長市的主任謝明珠 我們的節目是在每個禮拜一的周一跟周二 今天是周二 下午的六點到七點 請各位市民朋友們準時收聽 可以掌握所有台北市正在進行的大小事情 對 我們的電台叫做台北廣播電台 一定要不斷的要重複重複 然後不要轉錯了 是FM93.1 對 那今天呢 昨天我們談得很開心 沒錯 台北市有六十個商圈 商圈 那每個商圈都 大家修聽喔 互相幫忙 很感動 對真的很感動 然後呢 最主要是每一個理事長 都 不計自己的 自己的時間 不計自己的成本 而且所有的人 幾乎我跟每個理事長聊天 他們都說 我成就別人 就是成就我自己 真的理事長都這種心情耶 好可怕 所以呢 我們的台北商圈 常常會跟中南部的商圈 有做交流 那每次中南部商圈來都會說 好感人喔 每次來參加台北的都覺得 好像出國一樣這樣子 帶回很多的伴手禮 雖然我們剛剛也講去年 昨天也講到說 我們的那個伴手禮 特色還要再加強 就是每個地方還在發想 發掘 對 比如說 Lavenda 就有一些Lavenda的產品這樣子 薰衣草要有薰衣草的產品這樣 那 但是呢 他們都是絞尽腦汁 然後協助各個商圈喔 就是也鼓勵他們文創喔 然後鼓勵他們創新喔 然後鼓勵他們 要做一些台北市意象的東西 那人家拿到這個東西 就是台北的image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台北商圈 真是太感人了 那市長其實也常常 昨天我們理事長講說 他被市長 連市長這麼忙碌的人 都關心到 萬華的這些上班的人 突然不見了他們去哪裡 第一個去哪裡 第二個怎麼生活 那其實他還關心什麼 生活他關心他 他也常講 台北市的捷運站 可不可以更漂亮一點 然後台北捷運公車站 可不可以更漂亮一點 然後台北市可不可以更漂亮一點 美食 因為他說 我到日本去的時候 一直覺得 日本這個都市就是感覺到整個很漂亮 整個很乾淨 然後他也到荷蘭 然後他也到歐洲的一些國家 就是說他們的都市就是很多的建築就是很美 那人民的生活走在這個很美的街道上 自然而然就會優雅起來 真的 對就是因為你在一個很優雅的環境 很漂亮的環境 那自然而然就會讓自己的生活就變成氣質感起來了 被環境感染 那因為環境有加上 我們常講說文學跟藝術是一對翅膀 一對美麗的翅膀 那有文學也要有藝術 那藝術一定可以提升生活 文學可以提升氣質這樣 那今天很高興的 就是我們以前曾經採訪過他 不過真的是量不過癮 因為半個小時實在量不出一個 挖不出他 他東西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又特別特別的想說 最近我們又開始在討論這個都市美學 我們又找了張基益院長 還有就是一直在想怎麼樣把台北的美 就是充分的在你的行走中 你在搭車中 那你在餐廳吃飯 或者你抬頭一望剎那 那就感覺到台北的美 那這個時候我想到市長講這個 我第一個聯想到的人 就是我們的王坤生車站員 就講到他 因為只有他可以 他連拍照都可以拍得很美 他連做菜都可以做得很美 我甚至看他拍他家鄉做菜 他家鄉吃飯也擺盤擺得很漂亮這樣 那其實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這樣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策展人 王坤生先生 王老師 王老師 各位聽眾大家好 大聲一點 大家好 對 我們也有YouTube 就是我們今天很開心 我們邀請到了我們的王老師 王策展人 我的藝術呢 很多的就是不懂的時候 我第一個電話一定打給他 然後呢 這個展 上次看到一個畫要不要買 上次請問一下他要不要買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有他的掛布景 我就比較安心了 就覺得這個錢可以花了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我們的城市美學 那市長這麼多年來一直經營的 捷運美學 都市美學 建築美學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 來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我們今天就請我們的 王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王老師經常帶團到歐洲啊 帶很多什麼藝術 藝術家 參展到歐洲去對不對 我們請我們王老師來談一下 歐洲城市 他是如何的善用這個藝術 然後來提升整個都市的質感 然後呢 又可以這個提升質感 又可以增加觀光收入對不對 哇這個很重要 觀光財對不對 還有居民住起來也很有自信 哇這麼多人要來我的城市看 我們請王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是我想分享一下 就一個城市一個區域對人的感覺 那過去我的經驗是在歐洲住了十幾年的時間 那當然就是一個是在 在當地生活的一個感覺 第一個是當一個觀光客的感覺 所以我兩種身份的時候 去感受那個城市的感覺會不一樣 如果通常我們到一個城市 短短的三到五天的時間 也許你要找就是定點 有特色的地方 對 馬上去找 所以第一個件事情就是 當你講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會讓你突然就馬上想到的 你就一定要去拜訪 一定要去拜訪它 對 所以就等於是像一個城市的一個標誌一樣 那我後來想 那台灣有哪些城市的什麼特別的標誌給我們 說實話 確實十年前我們好像想不到有什麼標誌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那再來是 一個城市其實 代表這個城市的IP 對 對 它像一個標誌一樣 有一個IP可以產生出來 所以當你要講一個台北的時候 其實 不是台北這兩個字 而是有一個形象出來 看到這個就想到它是台北 對 101 對 所以是慢慢才出現的 過去也是沒有 那像我們講巴黎就是有巴黎鐵塔 凱旋門 對 這些 那確實在亞洲 特別是在台灣 過去可能是因為紫密集的關係 然後過去是一個比較殖民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很少是居民長邪這個地方 生活 所以那個故事就看不到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在看一個城市的時候 重新建議它的美學 其實不是無中生有的美學 而是要從過去的歷史 找到它的美學在哪裡 把它恢復起來 所以我們在講說 到很多的歐洲的古老城市去 其實你看的 都不是在看新的建築 反而是在找 過去人們在這個城市的生活的一個 遺跡 痕跡 或是記憶 那我記得 有一年去伊斯坦堡 去看一個雙年展 它也是兩年一次的雙年展 而且它的歷史 比台北雙年展還久 那這個土耳其這個城市 他們做的這個雙年展 有一年的主題 它不做任何的學術性的標題 它直接的標題叫做伊斯坦堡 那我記得那一年呢 在去參加那個獄展的時候 然後我們每個人 就是手上拿了一份地圖 這很奇怪喔 通常看美術展覽就是 直接告訴你說有哪個藝術家 作品在什麼地方 可是那一次我拿到的是一份地圖 是伊斯坦堡整個城市的地圖 因為我們要看這個展覽 是要繞遍整個城市 他把這個展覽放在各個城市 各個城市裡面 他反而沒有在美術館裡面展出 這是一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個是它的標題 第二個是它的整個展覽 全部是散播在整個城市裡面 所以我們去走每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一邊在欣賞這個城市的風景 我一邊看 然後甚至有幾次 在幾個空間裡面更有趣的 它裡面其實沒有藝術品 它只有一個空的房子 而這個房子已經空了二十幾年 我們走進去一直找不到作品 後來看說明他就說 這個房子還有 就是作品 對 本身因為這個地方曾經是個非常重要的 土耳其的作家在這裡生活 之後沒有後人 所以這個房子就留下來了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 去看的是 去了解那個藝術家 那個作家 過去這個地方的生活 他自己怎麼去裝點他的空間 一個文人的空間是怎麼裝點起來的 他的氣質是怎麼出來的 對 那裡面呢 他還是保留了他一些東西 但是他沒有作用博物館 他實際上就是只有我們讓我們走進去看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另外一個是在雅典 雅典有一個雙年展 他第一屆的時候我就去了 那個雙年展的第一屆的主題叫做 毀滅雅典 要把這個城市毀滅掉 因為過去太新了 我們要找回舊的東西 他的開幕是在半夜12點開幕 然後我走到的地方的時候 我當時覺得不對 我看了這個地圖 明明這個地方怎麼會走到這裡來 因為那個地方是紅燈區 他要12點半夜12點 不是中午12點 是半夜12點開幕 然後我們去參加 當代雙年展的開幕 要讓我看到那個城市怎麼去改變 這樣子喔 這蠻特別的 這兩個部分讓我感覺到 原來藝術可以這樣子玩 而且玩出城市的特色出來 讓你去看紅燈區 對 這還蠻特別的 這很特別 所以我們講說藝術其實它不是 這兩個展覽裡面 我覺得一個 為什麼把這個例子提出來的是 後來發現其實 藝術這個東西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很遙遠 是過去大家的習慣裡面 可能都要去畫廊 去美術館參觀 可是這兩個展覽 竟然把我帶到了 它城市裡面去 而且是現場看著 當地人的生活狀況 然後藝術家 必須依據這個生活狀況 去做他們的創作出來 這讓我想到兩件事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當時到那個百老會 就是到那個紐約 去看那個戲劇的時候 他是戴著面具的人 就是觀眾 沒有戴面具的人 就是演員 那你是跟演員在一起的 像你是演員 你現在在講話 我就在你旁邊看著你講話 你在打電話 就看著你打電話 就我整個生活 我上節目也講過 整個人都融入這個劇裡面 就你跟劇一起在演 沒錯 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 有一次 那時候是老師帶著我們去看 莎士比亞的種夏夜之夢 但是我們不是在劇場裡面看 我們是在森林裡面看 每個人都要帶著椅子 然後跟著所有的精靈 所有的有緣 完整個森林 對 好酷 這都是很酷的 很難知 那我那時候就問了那個 然後最後出來的時候 就一個酒吧在那邊喝酒 大家就在聊劇情的時候 我追的 就我會跟著一個人走嘛 別人追的 可是我們的結果 都可以把劇情說出來 就是你跟你的 我跟我的 但最後會帶一個斷頭台 就是那裡去做一個ending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每一個人 都竟然可以把所有的劇情 大概就是那個流程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有一個同學 就被抓到森林 就一個女生哭哭哭 跑到森林去 他說他去看他 他就把他拉進去了 那我們就到處抓我們的那個同學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那個劇裡面 你很深刻的就是融到那個劇裡面去 然後它是整棟都是一個表演的地方 所以你也走進去他的浴室 你也走進去他的睡覺的地方 你也走進去他客廳 你也走進去他打電話書房 都走進去 是不是那種概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台北市 現在在推的吳慧牆博物館 就是整個台北市都是一個博物館 是 這樣的概念 就像剛剛王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你可以到保障岩 你可以到北投文物博物館 到北投的溫泉 看溫泉 你到北投 北投就是一個博物館 就是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 現在很多城市其實都要做的就是 叫做開放的博物館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我記得還有一次是 我在柏林待最久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看的藝術展其實只有24小時 那個展覽是 你當你買票進去之後 你只要手蓋個章 你可以隨時進出 因為整棟房子 每一個房間都有不同的展覽 有表演 有音樂 有繪畫 有雕塑 甚至有裝置 那24小時 你隨時都可以進出 因為你看的狀況都會不一樣 那這一棟房子呢 這個展覽結束之後 這個房子就拆掉了 最後蓋新大樓 真的 所以很多建商很喜歡這樣的展覽 因為這展覽展出之後 他們就說 這個房子不會在這裡了 只有你留下的是記憶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地方的房子 因為曾經有展過藝術展 當我去看宮崎敬的博物館的時候 他外面就會立了一個牌子 寫說 最美的風景在你的腦中 在你的心中 所以請不要帶著相機 因為很多人進去就會用相機一直拍照 沒錯 你忘了欣賞 對 你忘了看 你是透過鏡頭在看這些景色 沒錯 我看101在放煙火 很多人就放著錄影 然後就只看著那個影像 那忘了你看現場的臨場感 對 所以我那個 我那時候去看宮崎敬的那個 那一段那個 就是進去的時候那個立牌 我很感動耶 就是那一句話就讓我很感動耶 就是說 最美的風景在 其實在你心裡 然後你帶走的是記憶 他就這樣子跟你寫 就跟剛剛我老师講的一樣 是一樣的 對 所以那這樣居住在這裡 這個城市這樣 你就會 居民就 增加了觀光收益之後 他會覺得有榮耀感 光榮感 對 他就會覺得 我居住的是柏林 我居住的是 倫敦 倫敦 我居住的是巴黎 這樣子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經驗 就是你到歐洲城市去玩的時候 當然每個城市那個人文風景不太一樣 但是 當你去找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居民一定會告訴你說 你想找哪裡 然後你只要點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都說 我知道我帶你去 或是我告訴你什麼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我太光榮了 你竟然知道我的城市什麼地方 有什麼地方 我常常跟人家講 有這個有這個 人家說真的有這個嗎 然後就說 那他真的去了 就說真的 原來我們那邊有這個 真的會這個樣子 就說原來我們台北有這麼美麗的地方 對 常常變成這樣 所以這樣我們台北市也可以慢慢被塑造榮耀感嗎 對 其實台北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談 只是過去我們可能是把它分散一次點 當點單點來看 但它沒有變成是點變成 連成線 再變成一個面 所以其實要講的是整個台北城的故事 不只是一個區域小區域的故事 這樣大家會覺得說 欸 我讓一個地方去之後 不曉得接下來要去哪裡 所以 人 把人留下的時間的長短 其實 就是牽涉到 你怎麼去認識這個城市的記憶 嗯 就像 昨天我們李市長講的 就是說 市長說 希望 來萬華的人可以多停留90分鐘 對 都停留90分鐘 就會看得到這樣 對 所以那個王老師就一直在這樣 用藝術策展 然後呢 推廣生活理念 然後希望就是說 將這個生活的美學能夠 傳達給每一個人 真的 其實我覺得王老師就一個美學生活達人 我們每次看到照片 我都覺得 都很想去問他你怎麼拍的 真來假的 可以聊一聊 怎麼樣推廣到變成生活美學的這個概念 嗯 這個是一個習慣我覺得 就是過去確實 說實話我在 出國之前其實只是覺得 那是一個 簡單的生活 但是 美學這個部分我沒有那麼強的一個感覺 但到了歐洲 開始去留學之後 我覺得 怎麼他們每個人對生活的要求 是不一樣的 嗯 像英國人 最重視的 對 就是一個服裝 法國人講究的是 氣氛 德國人要的是一個 實事求是的精神 嗯 誰誰要求實事求是 德國人 對 所以每個民族有不同的特性 它的塑造出來的城市的風景就會不一樣 嗯 那這 現在代就是人的生活的面向 可是實事求是怎麼樣有藝術呢 我們講的包號是 就是德國人做的 嗯 哦 他做的全部就是最簡潔 叫做 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對 常常看到這一句 常常看這 對 對 簡單 而且你越少 你越能看出它的美 是 我跟你講 今年過年的時候 有一張卡片我很喜歡 那卡片是整個都是紅的 只有右邊兩個字 大吉 嗯 超美的 但他如果說你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傳給你 這超美的 Less is more 對 對 這是一個所以其實 感覺到很美啊 後面怎麼去講故事其實更重要 而不是在一個表面上面你要把它做得太複雜 嗯 那我覺得是慢慢去找到後面的一個一個來源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就可以讓你去詮釋去講 就像我在做藝術展的時候 其實不是用語言去講的 是回歸到最原始的就是 你用眼睛去看 嗯 最後你把那個圖像記在腦子裡面 嗯嗯 圖像記在腦子裡面 嗯 我覺得我也會做到這個耶 對 其實我是很容易被這種藝術氣氛帶動的人 嗯 所以我到了 我跟你講我去看了宮崎敬的 她這樣子寫之後 我完全按照她這個方式去進行了我這個 觀賞她的那個博物館的那個概念 我就覺得 真的 你就是閉上眼睛 你會浮上那個影像 對 那我也可以很清楚的記住 我看到的是什麼 嗯 真的你安靜的欣賞 比你這樣的拍照 然後就走掉 回去再看照片 這沒有意義 真的沒有意義 但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都是 我就看101的妍 crowd 我就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放著 然後一直在看那個 演唱會也是啊 所以大家在那邊拍 都不拍 都不聽演唱會 delta 忘記你 你到底買這麼貴的來這邊現場 你的live到時來live 是 對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聽我孟老師來說 如何 怎么样变成一个美学的生活达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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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道城 七壶老茶 在蒙甲龙山寺 信仰古今不变 在夜市 遇见文明世界的美食 在每一趟流动 聆听文化的脉动 台北广播电台 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的下半段时间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王老师 再来好好的用他生活美学达人 来教导我们 就是如何在生活里面 能够享受您能够享受你的美学 能够享受你的美学 能够把美学引到你的生活 融入生活 对 融入生活之后您就会觉得 哇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弃子起来了 没错 对 然后也让我们的周遭也弃子起来了 然后所有的光荣感 大家可以共享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要来谈的 我们请文老师来谈的就是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非常 非常注意的一个叫做 什么话题 SDGs 世界各国都在谈SDGs 每个城市都在谈SDGs 我们台北市呢 去年呢 就是SDGs也出刊了 有关于整个我们做的SDGs的白皮书 做了很多的项目 然后甚至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地球永续 就是地球如何永续 环境如何永续 然后绿化 还有包括节能减碳排碳 这个各个的议题呢 市长对这个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呢 我们去年金周刊举办那个 就是比赛 各个都市比赛 台北市所有的城市比赛的时候 对于环境力的保护 跟这个就是排 就是慢慢的排碳 减少排碳 零排碳 绿化 这个呢 我们台北市是拿到第一名 对 所以可以知道是市长是非常在意 这个SDGs的话题 包括就是 我们率先的 就是只要是电动车 我们就补助 我们买新买的共享车子都尽量用电动车 然后呢 公车 余力 新的采买 全部都是电动车 电动公车 对 全部都是电动公车 所以 对于SDG呢 有很多很多 联合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对不对 对不对 王老师大概有哪些项目 其实全部有17项 对 那包括就是 绿能 减碳 对 减碳 劳工权益 性贫 性贫 对 然后就是 环境 然后再次不污染 那这些其实都在包含在里面 包括气候 好像还有辅助贫穷 对 贫穷也是 对 辅助贫穷 对 就是减少贫穷 市长一直在讲 贫穷是一个 一个比较糟糕的病 对 就是因为贫穷的话 就会制造一些可能的患罪 或者可能的社会问题 所以让大家都尽量不要贫穷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运动 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SDGs里面的一项 没错 对对 然后很难得的 就是很难得 就是环境永续这个国际课题 现在都是全世界非常关心的 这人类的未来生活 一定跟它息息相关 然后2021年呢 第一个用SDGsArt 这个艺术展览在台北 是由我们王老师 赶快撒花撒花 是由我们的王老师 他策划展出的 提供了企业界 对环境生活的未来想象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有想象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找手 你要是没有想象的话 你就是无法 无法知道说 我真的去做了 那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今年呢 将在三月的时候 继续在展出 这个王老师有传给我很多照片 过去从艺术博览会 美术馆 画廊 跨界品牌的策展 艺术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 那又可以实际的改变 我们整个城市的风貌啊 让居住的人民 居住的市民 有非常大的荣耀感 我们请王老师来谈谈 怎么样从SDGs切入这一块 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哦 一开始我做展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感觉是 做艺术是一个非常浪费资源的工作 因为呢对你很多的展板 用一次就必须丢掉 然后用很多的人力 我们在四天的展览 必须用200个工读生 同时间 那不包括我自己公司的工作人员 所以其实他耗费的一个 能量人员的一个动力 其实是很大的 那只是为了短短的四天的时间 所以我要看的是 他最后的效益是什么 最后他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 所以每次我在讨论这个时候 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做一个展览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如何节能减碳 如何尊重工时 如何尊重劳力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后来陆陆续续 我在作战的时候 一定讨论一件事情是 能不能不要浪费资源 能不能不要浪费那么多的垃圾 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木头 做完之后能不能再回收继续做 所以我曾经在花博增益馆 做一个艺术博览会 我们是用了农地的温室的沙网来做 最后全部再送回去农地 给他们继续农服再继续使用 这是我当初开始一个概念 然后到前年初的时候 这个公司他们已经做这个SDGS 这个论坛世界论坛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他们说以前都是这些企业界人士 开了一整天的会 昏昏欲睡 大家都在讲理论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展览 不要用话说的 用美术给他们看 是不是就能够理解了 对这样好不好 他们说 所以我们想问问你的意见 我说太好了 我已经想这件事情讲很久了 终于有人来找我做这个事情 真的吗 可是要呈现有困难吧 对确实很困难 因为当初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没有人做过这个展览 那有17项指标也太多了 而且17项指标里面 也有一百多项全部加起来 一百多项的内容 我跟他们说 我不是要全部做 我是要在里面抓重点出来 给他们一个印象 印象就是 我们刚才讲记忆印象最重要的 只要把这些印象找出来就好了 所以我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就是讲的是环境污染 海洋生态的破坏 然后最后是 还有就是地球的一个水资源 的浪费 再来是我们怎么去想象是 未来人类生活的美好 是什么 大家可以在星空底下一起误导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 从台湾到意大利 到其他地方的艺术家 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 小小的展览两天 但是透过这个展览 其实现场的 还有线上国际的论坛里面 都看到我们这个展览 那我跟他们谈说 我要的展览 不是只有艺术家的作品 而是这些艺术家在生活里面 就在实践这些精神 所以去年展览里面 其实不只是艺术家 还包括了台大的医生 他自己休闲时间 他就要画画 然后已经画了二三十年了 有一天我突然跟他说 吴医师 我觉得你的作品 我想拿来这里站 而且就是SDGS 这个议题里面 他后来就是人类的战争 生活的改变 水之轮不见了 地球干渴了 还有就是一个 你说他画的内容吗 对 警官设计师 他因为在非洲生活过 在美国生活过 所以他画就是 不管未来生活是怎么样子 最后所有植物的根 是连结在一起的 因为生命是连结在一起 还有一个意大利的雕塑家 他用段木 全部把它雕刻出来 里面只有用一个颜色 去呈现到整个环境的改变 一个小朋友在水上漂浮的时候 旁边都是垃圾 可以看起来是美美的 一个全部是原木的感觉 那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 对了 我们必须爱护地球 只有看这个 这样的展就能够感受到说 不会爱护地球吗 对 其实作品本身 它是有力量的 我觉得这是 就是艺术 为什么它会有 感动人的地方 那透过这个部分 其实也让他们在 开论坛的时候 不是 你要不要不说明说 这个木头是来自于什么 或者是说 你这个渔网是农村的什么 不用说明吗 其实不说明也可以 因为视觉上面 其实很清楚的 那如果要更详细的知道的话 我们都有 就是QR Code 你可以扫描 所以那个展览呢 我们全部 不印刷任何的东西 如果你想了解的话 你就有我们制度的QR Code 你直接扫描的时候呢 里面就有清楚的解说 所以这样子的话 办了这个展之后 是不是你可以把它做成记录 然后在联合国做成 登录这个SDGs的记录 比如说艺术的记录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这个其实都有做成报告了 而且我们现在也做了 因为像台湿政府的话 是有做成这样的报告的 对 所以我就想 那你这样子展啊 就是你不是持续第三年 今年是第几年 是第二年 第二年这样展 那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model啊 对没错 对那这很好的model 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做成 做成比如说一个SDGs的记录啊 或者是说让联合国 把它做成一个model 让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做 对我们现在开始累积 所以第一个是先做就是专属的网站 已经架设出来了 但是内容上面 其实不只是每一年的一个主题展 我们包括全年度艺术跟这个SDGs 有关系的一些概念 全部都把它放在这个整个网站里面 有一个议题来探讨 所以只要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去集合各种不同的新闻消息在里面 但是它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系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用 一般我们用论坛来谈 那要用这种展的东西 尤其艺术这东西 去表述这个意向 好那再来SDGs这么多项啊 那你这个表示的是哪一个项啊 哪一个项啊 这个没有做记录 你怎么样去把它分类到每一个列别去 懂吗 这很有趣就是这个是一个策展的概念 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说有17项那是不是找17个艺术家 是啊 或者17项作品才能讲17个概念出来 我跟他们说其实 我的项目是这样 有一件作品可能都同时可以谈到三四个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17项不用全部谈 我要只要去谈一个概念 最后可能某些部分不适合用艺术展览 我就不做了 我让他们论坛里面去呈现 所以其实这个艺术展览跟论坛是相辅相 是互相对应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东西可能要透过解说 就是其实这个意向是带到 就是SDGs的你一项 然后我在述说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可能会这个概念 才能够让大家传承这个概念 那如果没有记录的话 我想这个结束之后你收掉了吗 你把东西又还回去 对没有错 那这样子这个就没办法形成了一个记录 那像论坛的话就会针对说 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政府 我做了哪些东西 我做了哪些水资源 文字报告 对对 还有我们有图像 甚至我们会做影像 就是做影像 就是说我们有做了哪些 比如说循环水循环 我们这一次的Retay Pay Retay Pay里头也很强调一个 叫水资源的循环 就这样子 那有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要有透过影像 然后你告诉你怎么做 这样子 那所以展这个东西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就不容易 你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表达的是SDGs的哪些异象 还有哪些概念 真的是不太容易 我想就是不想 让它变成是论坛的方式 所以我尽量就是不去提是哪一项 所以在过程里面 让大家感觉 你感觉就好了 其实在实际项里面 你如果感觉到三项四项 其实我目的就达到了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 每一年都做一个展览 那把它集合起来是 未来十年也许就 把它整整理起来 一整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出来了 所以才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会为什么会 做一个专属网站出来 把这些全部的展览内容 都整理起来 做一个记录 所以这个网站其实是任何时候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的 那我应该来看一看 就是看怎么样 可以把它连接到我们市府 其实有做的一些SDGs 哪些可以用在哪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做的 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展 在那边表达我们做的这个 可以表达我们做的这个SDGs 那其实台北市这一块 其实做的还蛮棒的 这我们应该把台北市的一些内容 也把它放进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全世界 很多城市他们做的 跟文化艺术有关的 我们慢慢放进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台北 这边有的话 我可以把它放进来 我们想到的都是台北市 我们想到的都是台北市 我们希望台湾给人 这样全世界都看到 台北市有很多东西 可以被世界看到 那世界要来看台湾的话 首先看的也可能就是看到 先看到的是台北 对对对 那我们想说 就是王老师做了这么多策展 然后经常就是 常常带人家去看展 然后解说很多的展 透过王老师解说之后 你才发觉到说 我原来这个画 有这么多的意涵 有时候我这样看 就像市长当时看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什么的 可是王老师解说完 市长就开始发表 他就说 画这个画的人 可能精神上有毛病 或者是精神上有抑郁症 因为抑郁症的话 他画的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一直重复画面 一般人 一般精神比较是正常的 不会这样画 对对 他就在那时候 他说这个可能他有什么样的 我们就说 好啦 我们把一学角度 对对 就一起角度去看畫 也蠻有趣的 那我們就 這個也是蠻有趣 有些在做治療的時候 是會讓他去畫畫的 讓他畫畫來看他的問題是什麼 來做治療 我們就說那市長草圈民生 一直畫圈圈 他是不是有問題 他說有問題 他肯定是有問題 不過市長講的確實沒有錯 大家看草圈民生畫很多圈 以為他是很快樂的畫圈圈 可是實際上是 他的精神狀態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是透過畫圈圈來治療 他自己的精神狀態 對 所以市長說這個是有問題的 沒錯 對 我們這樣子講 沒有詆毀啦 就是其實是 醫學觀點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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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也曾經去那個中山壇看很多 就是 比較就是 有一點就是障礙的小朋友畫的畫 那他畫的畫 我覺得很多畫都很漂亮 真的 然後呢 他們是要幫助弱小的小孩子 他們有個出口 所以就來鼓勵他們畫畫 沒想到 LV竟然收藏了他們26幅畫 LV 然後準備把那些小朋友的畫 他不一定是小朋友 他已經有的也是中年人 但是因為他就是 他的生長有障礙或者是 身心有一些狀況 對 身心有問題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透過畫畫 但他畫的畫 LV覺得非常特別 就收藏他26幅畫 而且 將來可能會把他26幅畫 就加到他的作品裡頭 然後去做展出 那我想透過那個LV展出來 大概就價值不菲 對 所以我們在講說 這個藝術其實可以提升生活 我們也請王老師來跟我們說一說 藝術如何融入生活 然後呢 又可以實際的改變我們整個城市的風貌 還是從那個生活經驗來談一下好了 對 剛剛主任有提到說 為什麼我連做菜都要做的美美的 對啊 拍照也都拍的美美的 要拍的美美的 有時候他拍一個人的照片 然後他在跑 就說請問這誰幫你拍的 自拍 他自拍 我們都不願意相信 因為拍的就像是特別找人拍的那種感覺 對 確實因為在歐洲生活裡面其實 眼前看的你就覺得它是一幅畫 有一個構圖 那個構圖怎麼來抓 所以我開始拍照的時候會想 我怎麼構圖它 所以大家會說 你怎麼都要自拍 因為我說你想想看 如果沒有一個人在裡面 那個景是空的 空的時候沒有人位 我需要一個人在裡面 可是你自拍你在跑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跑到那裡 剛好就是那個你要的那個角度 我接受不完美耶 所以有時候是叫做NG照 NG照後來大家說最好看 Snap shot的概念 這是一個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在每個地方 我很喜歡那種當下的感覺 我們已經少掉那個當下的感覺 那個moment已經不見了 這是第一個 你去感受美感第一件事情 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大家在看那個101煙火的時候 只記得一直在拍照 可是你沒有去享受當下 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眼睛看著它 有聲音 對 有氣氛有感覺 那個當下不見了 對 所以我蠻喜歡這種當下的感覺 因為它給我一個 一個感受性很強 像週末 週日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爬山 過去海邊 那我就會在海邊 聽那個海浪聲音 就這樣一直打過來 打過來聽了好久 我想 這是最自然的音符 旋律在這裡 到山上的時候 我去看那個樹葉的顏色 花的顏色 我就想說 我應該下山的時候 告訴那個藝術家 這個才叫做綠色 這個才叫做黃色 你畫的是假的 所以其實大自然給我很多的養分 我要去享受當下那個感覺 當我在爬山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眼睛看 而是我聞到空氣的味道 所以我跟他們說 空氣不是只有味道 而有顏色 而有那個是冷的暖的 感覺都不一樣 你有沒有感覺到了 這是第一個 在當下的感覺是 各種五感都要打開 全部打開之後 你就覺得 我在那個地方 我可以感受到 這個地方的特色在哪裡 同樣的 我在玩台北士氣也是一樣 當我去北投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地方 應該有流氓的味道 所以我就開始搜尋 那個味道在哪裡 到大道城的時候 我就想 這裡應該有重要的味道 我想 重要的味道在哪裡 那個味道 其實我們剛剛講 一個是視覺 第二個感覺就是味道 味覺會給你另外一種記憶 當然味覺會是一個記憶 對 我們為什麼喜歡美食 就是因為是味道的記憶 那如果這些味道都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是我對一個 各種不同事物的一個感受性 這個感受性 其實慢慢就培養 我們講的美感就出來了 嗯 可是台灣有很多的小吃 就是很好吃 但是呢 它是裝盤啊 或者是說 你其實沒辦法感受到美食 你只感受到好吃 好吃 對 然後感受到它那個 那你覺得像 你有 那王老師有沒有想說 是不是要把這些美食 這些市民的小吃 也弄美麗的方式呈現 可以增加它的 就是味蕾 給刺激味蕾的感受 或者是怎麼樣 對 這個就是沒有比較 就感覺不出來 嗯 所以當你覺得好吃的時候 最後就拿一盤是 好吃又好看的時候 嗯 你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嗯 其實台灣人的生活 也慢慢在改善 嗯 那大家也看到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其實在 設計圈裡面 很多人做很多的改變 嗯 那從城市的意向啊 IP啊 然後 嗯 路標啊 甚至在很多地方是 包括那個 洗手間的標示 都做特別的設計 嗯 嗯 每個地方的文字的標示 它怎麼去做 顏色怎麼去選擇 牌子應該多大多小 其實算得很精準的 對 設計器算出來之後 你會覺得整個城市改變了 那我覺得是慢慢在改變 要一次改變 其實大家可能不能接受 因為覺得 它是一個花費 它是一個 消耗很多精力的地方 嗯 那也是因為我們過去 沒有這樣的經驗 嗯 我必須這樣說 那 所以這個必須去靠時間 慢慢去累積 再來就是 有一些示範的 樣本 給大家看 所以 像我做的展覽 我不覺得說 我今天做一個展覽 一定全部人都要 要看到這個展覽 但是 如果說今天 慢慢去 有一個效應出來 有一百個人 兩百人看到 其實我就影響了兩百個人 嗯 那這兩百個人 在下次我做展覽的時候 又再多一個 一百個人出來 嗯 那我覺得它就是 不斷慢慢累積的 嗯 這樣的美學就出來了 嗯 那其實我做展覽的時候 可能跟其他測能不太一樣 是 我不是只有在 看作品本身 嗯 而是在展覽空間 怎麼去做 所以每次我做完的時候 我都拉著所有人說 你不管走到哪個角度去看 永遠都可以看到展覽 不會看這裡叫做背面 我沒有背面這件事情 嗯 對 我 我常常也被 就是我們家人批判說 啊你這個一個菜 幹嘛就要用一個 這麼大的盤子 裝一個這麼一點點的菜 嗯 然後呢 吃個飯要洗這麼大的碗盤 我是說 我其實 我是一直在吃的當中 我就享受這個 享受 對就享受這個美 然後我就覺得 大大的盤子 裝一點點小小的東西 然後 那個盤子的顏色 跟食物的顏色 這樣整個可以混映出來 我覺得 我享受這個 嗯 會讓我的心情很好 對 就我也享受這個 那很多人就覺得 幹嘛這個樣子 那就是東西吃的 都一樣 分在一起 那個 我們那個萬華 有一個就是 第三代的一個經營者 在賣那個 魷魚羹 嗯 然後他就覺得說 第一代第二代都 一直賣魷魚羹 就是 他魷魚羹就料食在 東西新鮮 所以呢 他們在賣就覺得 我東西都說 賀威我要講究什麼 我就不用特別 擺盤什麼的 擺盤什麼的 然後裝潢什麼 也不用這樣 他第三代來的時候呢 他就說 我要 這個店的外觀有特色 所以他就想想想 找人家來畫像 胡適會整個牆壁都畫 像胡適會那個樣子 然後呢 不是他們又生意太好 都拿牌子 他都做一個像 那個清朝皇帝翻牌那樣子 一個像日本的牌籠 然後翻牌 一號給你 二號給你 然後就這種那種概念 在拿的當中 其實很多客人 就有這種驚喜感 就覺得 真的好好玩這樣子 然後更多人願意來了這樣 可是他在做這個當中 跟他爸爸產生很大的衝突 他爸爸覺得 你不切實際 覺得你不切實際 東西很好吃 然後你弄這些東西 花那麼多錢 所以他爸給你一個便宜 就是你誰愛開機 你就是絕對要花錢 你做一個胡適會給我賞看 然後呢 他就覺得 花枝嘛 就是白色的 所以他就用 黑色的大碗裝起來 那你這種顏色那種感覺 那碗裝上去 你就覺得 他賣一百塊的價值 就整個價值了 他的價值的食物 本身給你的感覺 然後 然後他爸爸就覺得 真的 你需要這塊錢 你就銷得很乾淨 就好了 那你一定要去 用那個 這麼白色的那個 黑色來裝 這個白色的碗 要整個大小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說 其實這個第三代經營 就會打破第二代的那個 觀念 觀感 觀感 可是呢 你知道我帶人去吃 每個人都覺得 哇 我們要來看看那一家 都擠著他的牆壁 就是那種特色出來 然後 那個美感就出來 然後 你一樣拿著一個牌子 你親自殺幾乎人 跟你他的那個翻牌 這樣子拿著 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啊對啊 可是實際上 包括那一碗都可以賣的 比較貴 但是其實 沒有 或花的比較值得 會覺得 好像值得 就就感覺到 我真的拿著這個牌子 然後看著那個胡適會 他連那個什麼菜單 都說畫胡適會 那我就覺得 他這就是一個特色出來 沒錯 對 那其實也整個 把那個店的美感 就是至少它是有美感 就是說 它是有一個IP影像 就是說 哇 那一家就是彈一家 啊不然 每一家小吃店都一樣 對 你就看不出來 所以 非常開心 今天王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藝術融入生活 可以提升你的氣質 準備要練習自拍了 還有開心 對 他自拍真的很美 然後 謝謝王老師 今天來我們的節目 謝謝 我們很快時間又到了 沒錯 要跟我們的市民朋友說 晚安囉 晚安 然後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 我們在FM93.1 台北廣播電台見囉 拜拜 拜拜